台鐵的直達車 我在那一天有機會跟王國財部長通道電話以後 我就有告訴他 基隆有接近八成的民眾是希望台鐵要有直達車 然而基隆市政府有考量到台鐵有調度上的需求 因此提出了 假如在7點34分基隆八度到台北的這個直達車 中間來家庭南港 絕對不會影響到目前區間車的班次調度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直達車 他是一路到台北 所以他也不會影響到其他目前的站的一個運作 家庭南港 我相信對於到台北的旅客 台北站的旅客也只是多個兩到三分鐘 也是一個可接受範圍 那個時候王部長有答應我到要跟這個台鐵的杜威杜局長 請他來跟我談 那到現在為止也蠻多天了 目前我本人或本處交通處 仍未接受到任何台鐵給我們來的任何訊息 而台鐵在媒體詢問他們時候說 事愛難行的那個方案是指我們基隆到南港 加開班新的部分的方案 在這邊還是要懇請我們的台鐵以及我們交通部王部長 讓台鐵願意來跟我們來溝通來協商 因為台鐵目前是不跟我們做任何溝通的 純粹就是在媒體上告訴大家 基隆到南港的方案不可行 然而我們已經努力依照民眾的需求提出了折衷方案 還希望台鐵方方基隆市的通勤組 緩解一下我們目前的交通狀況